大国海军的梦想,在近几年中国海军的发展道路上,凸显得尤为明显,海军各种新型装备,如同下饺子般的陆续下水。 052、054的大型驱逐舰,和护卫舰陆续不役的同时,中国也在大批量装备056型轻型护卫舰。 这种排水量只有1000多吨的舰艇,自2012年以后,不包括出口国外的4艘,短短6年,我国海军先后服役了42艘056型护卫舰,后续也还会有新的批次下水。 6年服役42艘,中国这种1000多吨的海上小钢炮到底有多强?在我国致力于完成航母梦,以及万吨区逐渐的发展道路上,为何会对这种千万吨级的护卫舰这般的青睐呢? 在我国海军还处于发展的状态,舰与大型舰艇制造周期长的缺点,轻型护卫舰的建造周期短,费用低就显得更重要。 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深海海军的前提下,这种轻型护卫舰,更能满足国情发展的需要。 那么,这种被称为海上小钢炮的056护卫舰,它的舰艇性能到底有多强呢? 关于056型护卫舰,是在2012年下水的一款多用途轻型护卫舰,它是037型列潜艇的一种延伸。 在设计上采用了深微长桥楼的造型,使其具有较好的施航性和空间性。 同时采用隐身设计,上层建筑内心、船体外漂,形成了贯穿舰体前后的一条折线,使得舰艇上的一些武器装备,都得到了及时的处理。 在雷达隐身上表现得更为优异,在武器装备上,装备有一门PJ26型单管76MM隐身舰炮。 这款炮主要以海上和空中目标为主,还配备有两座装备有光电射控的HPJ1730MM遥控机炮武器战,据了解其射速还达到了350发分钟。 关于056型护卫舰,是在2012年下水的一款多用途轻型护卫舰,它是037型列潜艇的一种延伸。 在设计上采用了深微长桥楼的造型,使其具有较好的施航性和空间性。 同时采用隐身设计,上层建筑内心、船体外漂,形成了贯穿舰体前后的一条折线,使得舰艇上的一些武器装备,都得到了及时的处理。 在雷达隐身上表现得更为优异,在武器装备上,装备有一门PJ26型单管76MM隐身舰炮。 这款炮主要以海上和空中目标为主,还配备有两座装备有光电射控的HPJ1730MM遥控机炮武器战,据了解其射速还达到了350发分钟。 辽宁舰八个月改装后,甲板出现有一个惊人变化。 近日,据媒体报道,在历经了八个月的改装以后,辽宁舰再次出海试航。 而且,好消息还不仅限于此,据悉,辽宁舰有可能将在今年4月23日的中国海军舰军70周年约舰式上作为旗舰出场。 而这次辽宁舰升级改造,除了刷先号之外,还有许多意义重大的实质性改进,譬如对电子设备的改进,合作战指挥管理系统的改进。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改进,辽宁舰可以说是升级成了2.0版本,性能将会更大的提升。 而且,这次改装是辽宁舰交付海军服役后的第一次大型改装,改装的工作量,可以说是非常大了。 建上许多地方更是被全方位的修改和更换,提升了战斗力。 第一个被改进的地方,就是辽宁舰的指挥平台。 从外观上来看,辽宁舰的舰导空间进行了扩大,而且窗户面积也变得更大了起来。 这种增大,意味着两件事。 第一件事就是航母上指挥人员的观测范围更大,值班人员的撂放范围也更大,这对于航行安全而言,可以说是一件好事。 除此之外,更大的空间将有利于更先进的设备安装和调试,使其发挥出更加的性能。 所以说,建倒大一些,可以说是必然的。 而且,除了外观上的改装之外,电子设备的改装也是必然的。 毕竟,六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,说短也不短。 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而言,六年足够更新换代一代的电子产品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辽宁舰上的电子设备,虽然谈不上过时,但是及时更换一下,也是能提升非常大的战斗力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辽宁舰也就展开了电子设备和系统的升级。 而且,这种升级是外观上所看不出来的,这主要是辽宁舰的内在改进。 但是,也正是这种内在的改进,决定了一艘军舰的真正战斗力。 同时,辽宁舰最早是构自乌克兰的瓦良德号,在进行第一次改装的时候,难免会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。 而这些棘手的问题,带来的结局就是,辽宁舰的改装,可能并不算特别透彻。 或者说,某些已有功能还没有开发到极限,军舰真正的战斗力还没有发挥出来。 而当中国海军使用辽宁舰六年以后,许多问题和经验,都将会被发现。 这个时候,海军就需要把自己的问题报给造船厂,造船厂再去针对这些问题,进行适应性的改进。 这样一种良性循环能更好地提升海军的战斗力,并且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。 并且,这些宝贵的经验,都将成为未来中国国产航母的一个重要参照物。 除此之外,辽宁舰这次进港除了升级之外,日常的维护都是必须要做的。 譬如像清洗甲板、船体池水线以下、结构性损伤检测等等,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内容。 毕竟,像航母这种庞然大物,一丝一毫也不能马护。 而相对于美国航母动辄一年以上的进港维护时间,辽宁舰八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升级改造和维护。 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。 而从之前外界透露的消息来看,辽宁舰有可能会参加四月份的海军建军70周年的越舰式。 这样一个消息也透露出了两个信号,第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海上越舰式。 另外一个信号,就是证明辽宁舰会在四月份以前就恢复作战能力,并且开始作战值班。 这样的消息,可以说是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,相信在不远的未来,辽宁舰将会继续驰骋大洋。 辽宁舰半年大修内幕解密,亮相日夕震惊西方。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经过八个月的改装和维护1月21日重新出海测试。 有消息说,辽宁舰或将在4月23日,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越舰式上领衔出场。 中国军事学者分析,这次辽宁舰改装的重点,是升级电子设备,合作战指挥管理系统。 这几年,解放军加速电子设备更新换代,辽宁舰上的各种电子设备和指挥系统已经使用6年,很多需要升级换代。 同时,中国首艘自主研制的国产航母经过几次试航,一些比辽宁舰更先进的设备得到验证,也在这次改装中,换用到辽宁舰上。 1949年4月23日,解放军第一支海军华东军需海军,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成立,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海军建军节。 今年恰逢海军建军70周年,预计官方将在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,举行大规模海上阅兵跃舰仪式,中共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廖江出席。 去年4月12日,中国海军在海南岛附近的南海、南中国海海域举办了阅兵式,共有48艘舰艇、76架战机、1万多名官兵受阅。 这也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跃舰仪式。 据了解,今年4月23日的黄海阅兵,除展示本国海军实力外,中国还将同时举行国际跃舰式,邀请一些外国军舰参加。 与去年秀肌肉异味浓厚的南中国海阅兵相比,国际跃舰式将更多地传达中国与各国海军友好交流的意愿。 日本共同社上月报道说,日本正考虑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,参加今年青岛的国际跃舰式。 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,此举雷2018年10月,中日首脑会谈商定的日本海上自卫队,与中国海军舰艇互访的一环。 日本舰艇访华若能实现,将是2011年12月以来的首次。 首误恢复歼15舰在机训练。 在去年南中国海阅兵中,辽宁舰同5艘052D、2艘052C驱逐舰、2艘054A护卫舰,以及一艘901型大型补给舰,组成航母打击梯队,成为一大亮点。 阅舰式结束后,辽宁舰还举行了海上舰载机起飞演练。 海上阅兵结束不久,辽宁舰北上返回大连造船厂,接受维护和升级改装。 据新浪军事1月21日报道,辽宁舰这次维护后清除船底附着物,对雷达、电子系统、武器系统等进行维护,并对发动机、飞行甲板、阻拦索和档燕板等进行了整修。 辽宁舰应该也换用不少与国产002号航母相同的设备,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维护成本,还降低了以后两艘航母进行联合作战时的协同难度。 报道说,辽宁舰在海市之后,很快将回归到海军序列。 返回部队之后,辽宁舰第一舰要做的事,可能就是尽快恢复坚15舰载机的常态化训练。 目前,中国海军舰在航空兵部队,主要是在海航的飞雪基地进行训练,虽然这些基地拥有完备的模拟起降设施,但毕竟还是难以完美复现真实的海上起降状态。 如果舰在航空兵部队,长期无法在航母进行作战训练,势必会影响战斗力的生成。 此外,培养更多具备业兼日舰能力的兼载机飞行员,也都需要辽宁舰尽快归舰进行配合。 同时,辽宁舰还要合护航舰艇编队,进行远洋机动等方面的作战训练。 随着火产002型航母海事已经进入尾声,中国海军完全有希望在2020年之前,组建双航母编队。